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了 他在经历了寿死与复活后 进入了天上 统治万有的真正的王 耶稣的出现 彻底颠覆了整个世界的秩序 而信徒也将在基督里面 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进入天上 这是上帝早已安排的 就像上帝叫儿子复活 并把他提到天上一样 上帝也将同样的能力 彰显在信徒身上 借此 教会的信徒 明白到自己的人生 与基督的施工是分不开的 万物也通过教会 目睹了上帝 让耶稣统治万有的旨意是对的 我们在基督里得救了 这个事实与我们自己的功劳无关 我们无论拥有多好的树林知识 过了多久的教会生活 也无法因此得救 因为人的行为再优秀 也代替不了上帝的恩典 当然 这不是说信心的行为不重要 一个人若是真的有信心 就会意识到 把自己从最终拯救出来的主的期待 整个人也会发生改变 人得救是出于信 而不是因着遵守律法的行为 这话并不等于否认 得救之人要承担的责任 和要显出的信心的行为 有些人主张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即自己在信耶稣的那一刻 救恩就是板上钉钉的了 可事实并非如此 救恩是需要我们去努力持守的 即使是从罪中得救的人 也有可能再次陷入罪中 人一旦失去信心 救恩也就失去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在取得胜利前 要斗争到底的原因 我们要将救恩持守到底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因为 救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 而上帝为此 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救恩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得救的条件 信也不是我们本就有的 一个掉进水里 已经停止呼吸的人 若是从水里出来 并恢复呼吸 那肯定是有人帮助了他 同样的道理 我们根本没有认识上帝的能力 也丝毫感觉不到 救恩的需要 是上帝单方面地拯救了 连灭亡的原因都不知道 就静止奔向灭亡的我们 上帝用他最好的能力 给予了我们最大的爱 他这样做 是为了像后来的时代 向天上地上的一切 显明上帝丰盛的恩典 我们若要夸口 就夸自己的软弱 夸向软弱的自己 施恩的上帝的爱吧 认识上帝恩典的人 不会以自己的软弱为耻 反而会因着施恩 与自己的上帝的爱 而更加感谢 就让我们别再指望 自己的功劳 而是屈服于 上帝的恩典吧 让我们的人生 完全成为上帝的荣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